這個是三用電錶組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漢姆士 今天要來開箱的是三用電錶 這個是吉米家居他所出品的三用電錶 他的型號是G3401 可以看到他的包裝是一貫的深色的設計 這外面是一個紙盒 把吉米家居一般用錶 直接開箱囉 然後這邊就是他裡面所有的內容物 有說明書 品牌說明 背後是他的合格證 C型帶 這是網狀的C型帶 側邊是GIMI HOME的LOGO 漱口的 這個是三用電錶組體 他的設計蠻特別的喔 本身他就是一個三用電錶在這邊 後面還有他的角座 這邊看到他是用兩顆AAA的電池 好 整體看起來是一個深色的 很像是一個C型盒 但是我把它打開呢 它是上面是一個蓋子 然後測試筆呢 藏在裡面 好 下半部呢 就是三用電錶的本體 他是靠磁力來吸住的 這樣就吸住了 這樣子放在桌上呢 如果我不講的話 你一定不知道他是三用電錶 這個設計蠻特別的 詹姆士覺得他設計的非常理想的地方 是將這個探測筆呢 收納在這個蓋子的裡面 裡面 那一般呢 沒有只有蓋子的時候 但我們是不是都這樣 纏在一起 那可能不小心 線會拉到啊 還是怎樣 那有這樣子 可以收納的地方呢 就不會亂纏了 好 看到裡面有 黑色的探測筆 跟紅色的探測筆 它都是有 單獨收納的地方 拿出來 這邊還有設計一個防塵蓋 黑色的 也有 我們來近看一下它的探測筆 看起來質感都還不錯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顯示幕 那中間這一排呢 橘色的是功能選擇鍵 量層 最大指最小指 這個是背光的開燈 關燈 還有樹脂保留 中間這一圈呢 是檔位選擇 看到可以選擇 交直流電 量歐姆值 量頻率 量9V 的電池 1.5V的電池 一個A呢 是安培 交直流電的電流 交直流電的毫安培 測試是不是火線 NCV 測試 這邊有一個Auto Power Off 就是它有自動休眠的功能 抗呢就是插黑色探測筆的地方 那這邊就是插紅色探測筆的地方 這邊接紅色探測筆呢 它的最大的量測範圍呢 是到400毫安培 如果會超過400毫安培的話呢 就可能要插這邊 這邊是 到10A的 但不能超過10A喔 超過10A的話 它可能保險絲就會燒掉了 我們要轉到這個 測量電壓的地方 交直流電電壓 然後默認呢 一開始進去呢 是直流電 那你可以按 選擇 然後選擇 變成AC 就是交流電 如果你要量測電阻 或是二極體的話呢 可以把它轉到 這個檔位 上面會出現一個Ohm值的符號 接著呢 是頻率的檔位 來 9V 這個是量直流電的 這邊有寫DC直流電 好 1.5V 也是DC直流電 電壓 好接著我們來看看這個電流 交直流電的電流 B C A 然後可以把它轉過來 變成AC的話 就是量交流電的電流 好 接著我們來看這個 毫安培的電流 轉過來看到 直流電的毫安培 M就是毫 MA 毫安培 那如果你要量交流電的 按培數呢 按Select 它就會變成AC 好 接下來是Live 量是否為火線 它會顯示Live 如果為火線的話呢 它的螢幕會亮 然後鴻鳴器會叫 好接下來是量NCV 那我們直接實際來測量看看 Go 如果你懷疑家裡的電壓不穩 你想要測量看看的話 該怎麼做呢 我們先把黑色的這個筆 插入到中間抗的位置 紅色的 紅色的 插到這一個 也是紅色的位置 好 接著我們把檔位 轉到這一個 交直流電壓測試檔 它默認呢 是DC直流電 我們按一下Select 讓它轉到AC 交流電 好 就可以把黑筆 放下去 把紅筆插進去 可以看到它量測的時候 電壓會跳來跳去 114.1 114.2 那如果你要 把數值保留住 就可以把它 按一下 好 這邊又出現一個 HOLD 就把數值保留在 剛才測量的 114.2 取消 114.0 114.1 那你想知道 測量到的最大值是多少 按一下MAX 114.2 這是測量 家裡面插座的電壓 那電壓測量的時候呢 是用並連的方式 所以我們直接這樣插進去就可以了 如果是要測量電流的時候呢 就是要用串連 跟我們 在測量電壓是不同的方式 好 接著我們來測量這一種 9V的電池 那這顆電池在我們剛才找好久還找到的 這個應該 買了很多年很多年 我們來測試看看它的電壓 到底還夠不夠 首先呢 我們把它的檔位呢 轉到 9V這個檔位 DC V 福特 紅的探測筆呢 我們放在 加 正極的地方 然後黑色探測筆呢 放在負極 4.87 4.88 4.89 4.89 好 它正常的電壓呢 應該是9V現在量測起來大概5.47 左右 5.48 慢慢再回升一點點 OK 這是我們量測這種 9V電池的方式 9V電池的方式 好 接著我們來量這個 一般的 AAA的電池 跟充電的電池 也是AA的 這時候我們檔位呢 要把它調整到1.5V 1.5福特這個檔位 然後可以看到直流電 V 福特 黑筆呢 放在負極 紅筆放在正極 1.59福特 買沒多久 IKEA買的 1.51的 可以量測起來1.59 差不多 好 接下來我們量這個 N-Loop的充電電池 這個充電電池就是1.2福特而已 一樣 紅筆呢 它取我們的正極 大概1.29到1.30左右 這個詹姆是剛充保電的 也是買沒多久 所以它的電壓算正常 好 這樣就可以量出 9V的電池的電壓 跟1.5V的電池的電壓 可以靠這個方式來量測 你的電池到底還可不可以使用 好 現在我們來量電線 像這一捆電線的很長 所以大捆 如果你懷疑裡面有 中間有斷線的話呢 要怎麼測量呢 就線頭線尾 把它弄出來 然後我們調整到 這邊有一個 類似喇叭圖案的檔位 好 接著我們按Select 會出現一個喇叭的符號 然後就可以把探測筆呢 放在線頭跟線尾 好 這樣它會叫代表中間是沒有斷點的 如果它不會叫代表中間可能有線 有這個熬到斷掉了 同樣的道理呢 這個風鳴器的功能呢 可以使用在這邊 這條是很長的很長的 但不是拿來測試電燈的延長線 那如果你想知道 這一個PIN呢 這個插頭呢 這個PIN呢 它是對應到哪一孔的線的時候 要怎麼做呢 我一樣用它風鳴器的原理 這個 固定好 接觸到其中一個PIN 接著 我們把 這個Touch 好 接孔不會降 好 接孔會降 代表呢 這個PIN的線呢 它是連到 這一條L 中心線這邊 好 這是讓你可以查線的一個方法 好 它有一個測試是否為火線的功能 那我們將檔位呢 轉到LIVE這邊 螢幕會顯示LIVE OK 那只要用紅色的探測筆插進去就可以了 螢幕會亮 然後封鳴器會響的 就代表它是火線 旁邊這一孔呢 是接地線 主要是不會降的 下面這個是中性線 也不會降 上面這個火線 它會降 這個呢 就是它測試是否為火線的功能 好 現在我們來看它有一個NCV的功能 它可以偵測交流電壓 我們將靠近交流電的時候 它會依據你的距離 然後發出不同的聲響 這邊會有一個三槓就是越接近 好 越接近呢 它的封鳴器會響的越快 然後會變成四條槓 就可以大概知道我們是不是接近電廠 這邊是有電的地方 這邊是有電的地方 好 那我們測試這個電線有沒有帶電也是可以 來 看一下 拿走 越接近它響的越快 那你就可以測試 我們一條電線它是不是有帶電 就可以這樣測試 好 我們今天這個 吉米家居所出屏的三用電錶的開箱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一個電線 我們下次見 看回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i know you 我們給它裝上電池 它電池在後面 兩顆AAA的電池 螺絲要先把它拆下來 現在詹姆4大部分都是用充電電池 因為普通電池常常會露液 搞得電氣壞掉 所以詹姆4如果電器對電壓不是很要求的話 詹姆4就會用充電電池 如果電器非要1.5V的話 只能用一般的電池 就不能用充電的電池 因為它的電壓是不一樣的 好 因為充電電池是1.2V的 1.2V 這個是寫1.5V 如果它能驅動的話就沒差 所以正不算是用這種充電電池 如果它不能驅動它 會有異常的話 可能就要改回一般的電池 1.5V的電池 把它鎖起來 在這裡 4.5V的電池 2.4V的電池 2.5V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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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V的電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